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场地拍照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开始拍摄前 依然还是对于场地我们要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让你的拍摄呢进行的更加顺畅 让你的照片可能会看起来更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这是一间非常美丽的小小的工作室 但是隔着玻璃窗我们可以看到外面 是一片高楼大厦对吧 可能跟我们的室内环境不是那么的相称 同时虽然今天是一个阴天 但是光线还是比较强烈的 那在这边拍摄可能会让我们的背景造成过曝 所以我们拉上窗帘 你看我们这个窗帘正好也是微微透光 然后是米色也不会给环境造成很大的一个颜色的冲突 我们把窗帘拉起来 让整片环境的光线更柔和 同时我们也挡住了窗外的这样一个不太和谐的建筑 然后我们再看 看到这边 其实这个人偶吧 它本身是黑颜色没有放这块布在这里 那我刚才感觉这块 这个人偶的颜色 一大片黑色深色对吧 可能给我们的画面造成抢劲 所以我们给它披了一个颜色柔和的织布 同时也是可以让这里整个一个 做缝纫的这样一个温馨的布衣的感觉 可以更加凸现 但是这个东西它始终还是一个比较大的 怎么说它在画面中可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 胶外或者说是一个比较抢劲的东西 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它可以做我们的背景 或者说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小小的装饰 但是千万不能让它抢了那个我们主角的劲 又或者说这样一个直立的造型 不要从人的身后啊 或者说就在人的身边啊 从头上啊 一定要等一下构图的时候小心 那如果一开始我们还没有把握的话 可以先把这样大型的道具先放在一边 慢慢在我们那个比较干净的场地进行拍摄 等到后面我们对场地跟熟悉 拍摄进入加镜的时候 再加入这一些元素 可能会给画面加分 那我们现在先可以请小伙伴把它放到一边去 好吧 然后我们再环顾我们这个工作间的一个周围 看到这边有一些电线插座 有一些塑料的板凳 等一下我们都可以把它取走 那让我们的整个环境都是以这样子一个布艺 木艺这样子一个比较干净的场合出现 可能会给我们的拍摄带来更多的一个便利性 那看到我们今天西池 西池跟大家打打招呼 今天我们的拍摄主题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简约 但是由于这个手工女孩子做的这个布艺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艺术 所以我们没有选择特别特别现代 特别时尚的服装 那女孩子的长发也可以晚起晚成一个季对吧 现代中透着古典和简约 可能是我们希望能够呈现的一个效果了 所以我们在服装的选择上也是以黑白这样一个比较简约 比较经典的颜色为主 那也不想给这个整个比较温馨比较淡雅的画面 增加更多的一个不和谐的色彩了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环境 我们就先来试试拍摄吧 那我们现在就进行拍摄了 刚才西池做的位置呢 后面正好有两条铁栏杆 入镜可能不太好看 所以我们把它的椅子往前挪了挪 往前挪了挪 然后我们把放在边上的一盒这个纺织的工具 非常漂亮的颜色 一些粉红粉黄的一些线团 也是给我们的环境的一些比较素雅的颜色 增添一小点的亮点 我们把它轻轻的放在它的藤椅边上 那这样子一个织物的温暖的感觉 和藤边织的这样一个温暖的感觉 也给整个画面增添了很多温馨家居的气氛 然后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小兔兔啦 小兔兔在笼子里也关了久了 我们把它放出来 放在这个锡池身上 放在我们的场地上 让它随便跑跑 可能也会是给镜头里增加一抹亮色哦 拍不到我 拍得到我吗 嗯 不拍得到我吗 她怎么了 她怎么了 我怕她跳下去 不会 她跳下去 她长得高度 存得住的 你往我这里转转吧 我吗 嗯 再转转 把你的脚转到白花树外面来 对对对这样 嗯嗯 自个儿都饿着了 稍微起来一点点 好 那在这边 我们让西区做了张高的凳子 正好这时候他的脸庞背景 就是我们窗外一个高亮的部分 那等一下在画面中就会很漂亮 就会很干净 不会有像那边黄颜色的杂草 给他的脸部造成一个干扰 所以我们再试试 做一些其他的构图上的变化 让我们整个画面显得更加不一样一点 然后为了突出他这个全身的一个线条 我们希望把这个场景拍得唯美一点 我选择一个比较低的机位 我可能会蹲下来 在这里进行拍摄 可以吗 西区可以玩玩你的头发 撸一下你的头发 对 那我们每次拍照呢 都最好可以根据场地因地制宜 到了这边我们发现 除了有一片很漂亮的小工作台之后 它整个房间是一个loft上下结构 那在我们二楼可以看到一楼的一个 小小的会客区 那这样子一个很高的一个空间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 就是 那其实这样子一个很高的空间 其实也是比较难得的 所以我们选取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机位 看看能不能拍出一些比较独特的 平时没有机会拍摄的照片 下面我们这个小的平台 平时那个主人可以会会客 那盐窗呢 放了一些美丽的植物 那我们就试着让西区躺上去 一个夏日的闲暇下午时光 躺在下面喝喝茶和小兔子玩玩 赏赏花吹吹空调对吧 我们把这个盐窗台的花 也进行了简单的布置 本来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平台 那现在让我们的花会一布置 也显得非常的色彩缤纷 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 这样子是不是也能够拍出一些 平时没有机会拍到的一些感觉的照片呢 笑笑和小兔子玩很开心 好 睡着 让他刚刚那样头好吗 现在这个屁股对着我了 他真的饿极了 你笑一下呢 玩偷的玩得好高兴 看看我 你为什么要闻一下手 吐吐臭吗 他是不是尿了 哎呦他真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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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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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多了他的尿呢 其实到现在我们的拍摄已经进入了尾声 所以我跟西池都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拿的是很简单的纸杯 西池是一套漂亮的餐具呢 嗯没错 这也是我们的小心机 如果下午茶的时候 我们又有灵感 或者有一些美好的瞬间 也可以不失时机的记录下来 纸杯当然就不好看啦 这样的白色的餐具 无论是享受下午茶还是入镜 都是不错的选择呢 我们吃吧 再喝一个 眼睛往上看 滴就滴点吧 看前方 眼睛很亮 看上面一点点 两个手交叉放肚子上好了 现在是北京摊 哎呀 后面的那个茶壶 后面那个绿的茶壶 水壶 那俩都拿了吧 抬头看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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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 快没电了 多焦点 一下子哗全下去 没有�字 这个玻璃杯不大好看 嗯 那个一次性杯子不大好看 对 看不清楚了 差不多了